当地时间16日,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,就白俄罗斯目前局势进行了讨论,两国领导人表达了对白俄罗斯国内面临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的信心,同时指出白俄罗斯目前面临的问题不可被破坏性的力量利用,从而影响到两国的联盟合作关系。 双方商定,当白俄罗斯遭受外部军事威胁并向俄邦提出请求时,俄罗斯将立刻为其提供全面安全保障援助。 白俄罗斯目前正经受内外交困,8月16日当天,支持和反对总统卢卡申科的民众分别在首都明斯克举行集会。卢卡申科在集会上号召民众捍卫国家和独立。 据悉,本月9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,卢卡申科以80.1%的得票率胜出,再次获得连任。 不过,美国,德国等西方国家认为,凡俄罗斯此次选举不公正不自由并或明或暗地进行干涉。